曾锦 govern 郑柏 空冠出品 震恶手术相关造成的伤害 当然跟从粘膜到骨骼都有可能 那一个我特别要提的结构 当然实义上手术的步骤 其实你有看到牙齿 我想有些状况下 會有牙齒的一些損傷 那依據程度 所以牙齒也有可能會受到損傷 那另外就是有人比較擔心 比如說手術後會不會有什麼風濕 關節痛 天氣變化 這些情況其實骨骼癒合之後 一般是很少發生的 大概三個月以後 幾乎都可以恢復到正常 另外一個要特別提示 因為這裡是骨骼關節 就是我們下巴打開合 這裡有一個骨骼關節 那骨骼關節其實正骨手術 原則上是不會去 沒有動到關節的部分 但是有少部分的人 手術後還是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讓關節比較穩定 所以有些患者會在手術後 三個月半年左右 有一些關節不舒服的情況 不過原則上在半年之後 這些關節症狀一般都會恢復 反正在半年之後 評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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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